我與前夫是經人介紹認識的 相處不僅就僅僅 我前段婚姻呢是 我的前夫是一個外場的人 就是喜歡外場的人 如果讓我用三個字來形容這段婚姻 也就是不答案 就是不同路 那時候她是不是對你也特別好 就對你展開的夢境來追求 是嗎 嗯 對 那個到哪兒就特別高調了 這就是我對象 下班去接去 然後樓下喊著 晚上幾乎都不會講 就是哥哥一直等著你 你什麼時候能跟他出去一起出去 他啥時候才想 因為很多原因 沒得多加思考 我就跟他接了婚姻 他喜歡看書 他喜歡出去玩 我有的時候想看完書 想跟他分享一下這個內容的話 他就通通睡大覺了 有的時候 我們兩個就不在一帶一個頻道上 我絕對不能忍受的 我選擇了 離婚 準備新的生活 您的婚姻生活 是苦衣跟丈夫沒有共同語言 對 沒有共同語言 就是你喜歡的他不喜歡 對 我們兩個就是兩條道的人 就像軌道一樣 對 他就特別喜歡 比如說他的外邊的打扮吧 就是大紅大綠的那種 完成那個年 這多大年紀的時候打扮成那樣 什麼化成衫 牛仔褲啥 年輕的時候嗎 年輕的時候 沒什麼感情 也沒看上的 我就希望找一個有素質 有文化的人 他屬於什麼樣一個人類 他就屬於活在自己精神世界的一個人 然後我媽阿姨這個婚离的好像挺齊趣 好像離婚這個時間持續了十年是吧 十年 她就假的我比她優秀 她不想放開我 而且她還要 她也控制不了她自己的需求 她的自律能力還差 她根本就沒有自律能力 沒有自律 所以說她就享受這種 你看我家裡媳婦非常優秀 但是我自然的花花世界 不能為了她而放棄 對 太不講理了 都可是她來了是吧 你跟你丈夫吵架的時候 她會主動跟你道歉嗎 會 而且陪你道歉 而且寫保證書幾乎都這樣 男嘉賓您我想問一下 這兩個人吵架之後 您會主動道歉嗎 會 真的是你認錯了之後 就會改錯嗎 我又實際行動改錯了 就肯定會改錯了 其實兩個人結合在我一塊兒 肯定會有吵架的時候 馬少大有碰過樣的 但是多數情況下 女性都希望男士先低一下頭 無論對與錯 給我們女士一個台階 我想問一下 密室裡的女嘉賓 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想法 夫妻倆吵架的時候 是不是男人該先低頭呢 來連結密室 我有我的方法 就是原來我的愛人 什麼都她幹 她有累的時候 或者是不高興的時候 只要她一 我一看她生氣了 有點不高興了 我就過去摟她一下肩膀 我說你太累了 我說那我幹吧 就這樣 就是不存在誰與誰先認錯 她就覺得我錯 這方面的問題 就可能比說我錯了 效果更好 對 往往就一樂 一傻笑就完事了 就認為我 一笑眠愁 對她就認為我知道我錯了 這方法可以 來吧 看其他的女嘉賓 你什麼樣的想法 沒有什麼說 是誰認錯 男人就是認了錯了 又能咋的 她心裡不認錯 嘴上認錯又能 有什麼用呢 所以說女嘉賓 你認為 就是說兩個人吵架了 無需認錯 就僵在那兒嗎 就是說誰也不需要給誰認錯 是這意思嗎 不用認錯錯了 政大人誰錯誰不錯 那誰來化解一下尷尬呢 那她錯誤在哪兒吧 誰錯了 誰先說第一句 是不是 對 好很公平 我跟你講為什麼討論這個問題 我有個同事 就是我辦公室裡的一位同事 他和他妻子吵架二十天不說話 嗯 二十天不說話 我說你竟騙人 他說是真的 我說後來呢 他說後來都忘了 因為我什麼生氣了 就知道我在生氣 然後二十天之後就過勁了 兩個人非常自然 買菜去吧 走吧 就完事了 生氣那時候吧 他把冰箱的霜吧 裝在他倆的腦子裡了 進霜了 然後呢 他倆時間長的霜 你通過右提的那個浮化 沒了 沒了 所以說他倆就好了 但是二十天也夠長 看誰愛誰多一點 如果我愛他的話 我會先承認錯誤 嗯 是不是你錯 你都會承認一下錯誤 對對對 我現在變臉了 哎呀 怎麼這樣 那是你吧 小姐 給台階不下呀 給台階不下 給點不要臉 一般都不能 我的確是本